还有一个就是他健身的这个事 他因为现在三十多岁 我觉得在健身行业 这个已经不太适合他 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肘 还有这个脖子后边腰 都有伤 膝盖 就是一到下雨一天 或者变天的时候 他就会有反应 就这个我俩争执得 特别特别地严重 而且你现在训练量太大了 都一天 有的时候他要有时间 都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练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练了 就是我能有时间的话 现在都是在课 一个职业教练 是吧 对 过去是从事这个的吗 还是半路改行之后来做的 以前最早练体育的 然后 就是一个体育生 然后不练体育以后 我就开始做健身了 明白了 就是妻子是希望说 不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力量祸大了 对 力量保护自己 那你之前的伤都已经铸成了 咱们就是以后 尽量避免再受伤了 或者是咱们可以 事到你保护一下 我已经很保护 很注意了 我训练的量已经由一天 大多数都是五个小时嘛 现在改成一天一个小时 而且晚上有时候就是跟会员出去应酬 听明白了 其实也不怎么自律地训练吧 就是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往这个运动方面引 他呢就想往这个孩子运动方面引 其实吧 练运动不是说你干职业 我想让我姑娘做什么呢 练练体育 没问题 把你的耐性和耐力都提高一点 因为我姑娘身体体制吧也不是太好 只要有一个感冒风波 她都会赶上 我现在让我姑娘体制的好一点 毕竟呢 就是说女孩嘛 我想让我姑娘以后能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陪我姑娘永久 那么我想让我姑娘能更好一些 不是 小朋友不都在运动吗 不是 现在是和平年代 你看你想的就是 就觉得她的姑娘会有危险 然后她练这些东西她会保护自己 不是 她到底让姑娘练什么呀 您不买 就是练那个什么拳击子一些东西 我就在家里买了一个纱带 然后在那个顶梁上挂了一个固定架 然后没完事的时候 我打纱带的时候 我会引导我姑娘 我说来 姑娘 你过了一个工作跟爸爸一起当 每次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我媳妇啊 不管是在厨房也好 在哪屋也好 都会立马 干的 你把那个车去 给我换上秋千 大会秋千跑吗 为什么练那个 把手锅都打错了 你能负责呀 这一辈子她还小啊 婶女多大呀 五岁 我想让她练练拳呢 或者是学学那个跆寻道啊 或者怎打呀 都行 一个都不行 我俩因为这事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我也没法说 她说不行 我就没法跟她叫 在外面吧 我也不想因为就是说 这点小事 把我俩好不容易在一起的环境 给打消 所以说这个事一直在搁浅 一直在 再换一个双方认可的体育项目 让孩子锻炼锻炼身体 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也保护不了自己啊 他现在学跆拳道的大了 他也保护不了自己 起码他有一分 你让他自己 有选择能力的时候 让他去选择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 按你的方式来呢 就是你 你的不一定对 对 我承认 跆拳道有可能还受伤呢 咱们就 他只是一个爱好 并不代表是专业的 爱好是他爱 对吗 你何必那么较真呢 咱是 没有对错 你跟他商量 这来不就完了吗 我俩现在商量不了 他是希望女儿的身体强健 能不能给女儿 选一个运动类的项目 行吗 这行吗 也可以 你看这不就行吗 你慢慢来 慢慢渗透嘛 最后孩子练了 妈妈看到成绩了 她就不让咱练了吗 你非要叫那个劲 我发现你也是 我们大体听了一下 基本上的问题 都是跟现在的 所有家庭 大差不差的问题 对吧 因为有了孩子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夫妻有冲突 不知道怎么沟通 没错吧 对 现在好像这个手机 已经成了家里面 影响夫妻之间关系的 一个重要介质 叫手机 对吧 不一定看得时间长 但是有可能给家里 带来巨大的冲突 这问题家家都有 随着女儿再长大 问题还会更多 因为孩子还会学你嘛 还会学习嘛 还会学着玩 你看多了 他一定会用嘛 学 孩子就 现在就学他 对 你们家孩子 有的时候上厕所 他有个假的那种手机 妈妈把我的手机给我 他也像他爸一样 就这样拿着两个手机 就慢慢 他慢慢也会接触 我觉得这共性问题嘛 但是听下来就是 我特别关注 和关心的是 你们日常的沟通 是怎么沟通啊 日常的沟通的时候 就肯定不会这么 心平心合地沟通 其实大家都有态度是吧 对 都有态度 他会发脾气吗 他会坚持他的 我会坚持我的 他会发脾气吗 发脾气 他顶多就含两句吧 声音大 对 但是都是 基本上在孩子不在家的 或者是父母不在的时候 可能会含着一分到 那你们俩这气 都憋得够久了 他们都不在的时候 可能少了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好不好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